现在要添第一个纸 就是后面这个指甲的颜纸 先用手拉扯 好 要把那个皮带给升起来 我试一下这个动作 现在就把皮带降下去 然后再把这个手动板就是开起来 皮带就升上来 升上来的作用就是让它跟这个纸中间有摩擦力 纸不会因为有关系往前走 好 现在要开启就是前面的按钮 好 先点动 点动让纸往前走 再点动 要自己根据情况 升高原因要爬上去 好 只给它铺平 散开 因为我们这个压花管现在还没有对压 所以中间有电隙 可以从中间直接穿过去 两层子都要穿 两个压花都要同时就是经过 但是使用哪一套的时候 我们再来选择 电位器可以稍微就是转动它 然后让纸往前走 一手控制定位器一手把纸往前拉 刚刚视频中断了哈 现在继续接着拍 就是穿过压花滚之后往下拉 然后再经过就是茅檀棍跟光滚中间 两位就是倒过光滚 然后才能跟这个就是表面的分切刀 原分切刀接触 把最前端就是有一点点不太好的纸给它扯断 然后现在要把纸就是穿进去就是上刀跟下刀中间 我们这个时候要按二键 把二键吸气 吸气也就跟鸡开起来 慢慢启动电位器 两边的纸都要给它铺平 慢慢启动 放置走进去 好 我们现在要第一次使用上面的压花滚 然后就把手轮往里面压 如果是要使用下面这一套 我们上面那一套的手轮要给它松掉 然后压下面这一套压花滚 好 现在试一下 慢慢启动去看一下花纹 对 你要调就是 你要花启动了之后 你要看它左右两边的花是不是都是一样深的 然后来试情况 就是再调整手轮的压力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穿就是里面这一层纸 穿第二层纸的那个步骤跟第一层纸是一样的 就是第二里面这层纸它是走后面这一套压花滚 身高不够可以拿椅子来就是垫一下 手轮没有压力 就是我们每次不使用压花滚的时候 一定要把手轮松掉 那这样子 刚滚跟胶滚之间就有垫细 只可以直接就是穿进去 这个时候你可以只稍微就是放松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把这个就是皮带给它伸起来 我再试一下这个动作 来 皮带伸下去 皮带伸起来 好 这边有个那个电动开关 可以就是按电动开关 上纸往前走 就是拉下来之后你要给它平铺开 这个时候只要给它就是说扯平 你不要让它就是走得太多 你不要让它就是走得太多 两边上 上面那条压花滚的手轮要锁进去了 然后开关 好 这个时候就要观察左右两边的纸 它的压花深度是否是一样的 还是扯 扯 扯掉 把那个就是前面比较不好的领压扯断 然后这个是从腰防踩棍后面 就是一直做防踩棍后面 然后就是拉扯出来 再经过这个钢口跟茅台湾中间 通过小键锡先给它塞进去 然后再点动开关 它就会自动往前走 好 把水给它 它就是穿进去 在底滚跟那个上高滚中间 然后启动 点动开关 那直接就往前走 那现在要调松井 只穿好之后调松井 前后的松井 这个是调前面这层的就是前面这套压花的纸的松井 这个调松井是调后面那个就是这套压花的 你要调纸的松井 不然它如果太松的话 就会这样子松散下来 这样就松散下来了 所以说我们这边要给它走快一点 那如果是太紧的话 要相对应的给它调松 松井的方向它都有标 这还是太松了 如果机器在慢慢运行的时候 才可以调这个调速器 好 现在经过我们调整了调速器的调速之后 它现在只就是慢慢的往前 就是在收紧的状态 前后两层子都要调好 那边看直走的情况 然后边调这个调速器 一格一格的调 后面的纸的松井 就是后面原纸的松井 是通过这个就是手轮这边来调的 两个电机都各有一个手轮 小的时候要注意这里面 就是在折执的时候只不能让它就是卡住了 这波擦的位置已经很关键了 不能让它断了 让人家边调 要边看一下这里面的计划 要注意左右两边是否是一样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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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是要靠我们的手去凑住它 然后用手感来感知的 前刀滚三号跟四号键同时按进去 三号跟四号是前刀滚跟后刀滚 三号跟四号是里面这一根 三号跟四号就是前面有一根后面有一根 起到轻盈过度的作用 这边也有一个就是后刀破压花银 后压花银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三四 慢慢应行机器 然后再看一下是否有指双紧的问题 或者是有就是别的需要调整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按九号键 把上刀呃看一下上九号键是动刺上刀滚的哈 你放下来就是等应该就会分歇 好OK 好开始引擎进去 好你现在要看的话是 左右两个指是否在一个水平线上 如果没在没有在水平线上的话 你要调整这个 就是可以调节指的左右的 让它往左边走往右边走 好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上 分切刀也开进去 把分切刀分切刀分切刀分切分切 啊你现在分 你底下见 5号跟6号是控制5号是控制前面这分切刀的 6号是控制后面的分切刀的 你现在看一下我5号开启的时候刀就会往里面走 然后你放开5号放开5号再进去 好现在刀是有在走的情况哈 那现在我是没有调整就是前后刀最整 那个最齐的哈 就是你们在就是加工的时候看要分切多 都要自己去调整这个刀的那个就是寸 然后那个把那个技术也帮我看一下 技术 我知道我是说技术在哪里设定 5号已经开关了 5号是呃你要跳到下一页是吗 跳到 跳到下一页 然后呢这个按5号就是说开启这个 现在是关掉技术是关掉 因为这边是没有就是黑色 按了黑色之后就是开启那个技术功能 然后6号键是设定 比如说你要设置呃50抽呃设定了50之后 点确认它就是100抽的时候 然后再跳动 然后如果你要看别的抽数 你再按6 然后再来改 比如说我25抽设定 然后就是50抽 然后会运输一下 呃设定设定讲就是设定抽数完了之后 那机器就正常运转的 速度的话可以根据你想要的快慢来调整 比如说呃调节这个 机器比较快 然后就是机器比较慢 都是可以根据我们的就是呃 呃想要的速度来调整它的 那技术技术是有两种技术方式的哈 技术是有两种技术方式的 两种技术方式是怎么选 呃 呃 哦 再翻到下一页 比如说我按1号键 就是交替左右错位的技术方式 然后我 然后按按1 然后再选择就是要么选择交替 要么选择计时 而计时的话就是磨点技术 交替的话就是左右错位 我们现在选择的是技术的技术方式 技术的技术方式要添加墨水 在这个位置 这个这个里面有个那个是海绵 海绵去加上墨水 你可以水加墨粉 然后它比如说五十抽的时候 它就往前点一下 有看到这个刀在动它吗 它往前点就是五十抽的时候 点数点一下 好 那么就是这个开机的就是 基本步骤就是这样子 自己可以正常一行